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吃的是西班牙大餐 我买了墨鱼汁饭 大肉串和这个土豆 还有清蒸清口碑 然后一共是花了我462块钱 真的好贵啊 这个肉串加土豆178 然后清口碑68 然后这个墨鱼汁饭188 当然这个墨鱼汁饭我只拿了一点 因为剩下都给淘淘了 因为真的很多 然后你们就想,这不是少了28块钱吗 是这样的,我去那个店里买了嘛 然后滑板去的特别热,特别渴 然后坐那儿就说给我来杯可乐 我就想一个餐厅十几块钱 可乐是正常的,对吧 结果喝完了后我发现28块钱 有点贵 我心在疼,心在低血 不过没办法解渴了,对吧 我们先吃这个肉 我要的是七分熟的,应该是蘸这个酱 这肉非常非常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嫩 真的好嫩啊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肉的味道非常突出 越嚼越香 主要是肉香 就不是那种都是调料的味道 是这个肉自然的味道 所以说可能是要蘸这个酱 哇,但这个更好吃 这个油也非常的香 好像是橄榄油 然后加上这个叶子 这什么叶子啊,什么酥什么叶 就而且不会腻你知道吗 哇 来尝个土豆 也很好吃 有胡椒和盐 然后炒出来的 我很喜欢吃这种小土豆 你们爱吃甜椒吗 我觉得是甜椒从小吃到的 我还在德国的时候 我爸每天早餐就给我做甜椒 就生吃 不过我只爱吃红的 你们喜欢吃红的 黄的还是绿的 来吃这个亲口碑啊 味道还不错 这蒜蓉亲口碑应该算是 这三道菜都是非常传统的西班牙菜 这我得给桃桃留点 桃桃特别爱吃 这汤很鲜 你们不是想看桃桃吗 把桃桃给弄完了 这个大肉串你也可以吃 七分熟还挺好的 那我做那个 这应该是二十分熟吧 没有啊,这七分熟 我们家突然停水了 来水了吗 没有吧 没停水 停了 我刚才洗手来了 那可能就停了五分钟吧 我这风好大 这就是妈妈喜欢 妈妈说减肥的那东西 就是这个 真的 所以吃亲口碑也会减肥啊 没有 都假的呀 骗人的 那我妈就骗了 对啊 骗好几年了 跟她说也没用啊 好吧 真的我听不懂 你这种人反正也听不懂 经常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说话我根本听不懂 她说一下我根本听不懂的话 你知道这些花了多少钱吗 四百多 你说得给我一半的钱呀 凭什么呀 因为你吃了一半多的这个蛤蜊 然后还吃了这个沫浴饭下面的 我都没吃沫浴饭了 但是我给你了 凭什么呀 我不要呢 来 尝尝 好吧 话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这个烤雞牙 颜色挑的不对 就这个牙的色差跟别的牙的色彩还挺大的 而且说个实话呀 我整完牙其实是需要带保持剂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戴 这导致我的牙现在好像又有点歪了 大家一定要戴保持剂 而且我还觉得我牙缝变大了 就经常塞牙 用牙签也弄不出来 不过用冲牙器一下就可以给冲掉了 而且两个多星期前我发现我牙之后面有个黑点 我一直以为是我蛀牙了 我就特别怕 因为用牙刷怎么刷也刷不下来 结果我用冲牙器一冲我给冲掉了 根本就不是蛀牙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用的是这款冲牙器 是一个美国品牌是专门做 嗯 可能打嗝冲牙器了 可以算是这个冲牙器的发明者吧 然后为了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们下来吃下这个墨鱼饭 绝对不是我想吃 只是为了给大家看效果 哇 我真的好久没吃墨鱼饭 嗯 哇 risotto还是很好吃的 这算risotto吗 我特别喜欢吃这种 菊饭是因为他们的米饭 就很硬 其实墨鱼的味道并不是特别的重 有洋葱 有沙滋 有墨鱼 哇 怎么办 打嗝真的好烦啊 有用什么治疗打嗝的方式吗 哇 太烦了 嗯 还有鱼鱼 我试过特别多打嗝的方式 一个是憋气 不呼吸 或者说被别人吓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效的 但是怎么才能被别人吓 因为你有心理准备了 还有就是让自己打喷嚏也会好 我们现在去把这个牙给冲干净 哇 这把我拍得好黑啊 要看我劲儿那么黑 现在给你们展示下 吃完墨鱼饭的牙齿 可能会有点恶心 确实很脏很脏很脏 所以说我们来冲个牙吧 哇 我刚不是说停水了吗 现在停完水 第一次都这样 我现在刷完了给你们看一下 试试一下都没了 而且我刷的时候 妈呀 都完全是黑色的 水一大堆乱七八糟黑色的 这款洁壁冲压器 它有四种喷头 有标准喷头 就是这个 然后还有这种牙菌斑喷头 适合种植牙 还有那种烤瓷牙的 就像我这个牙 然后是可以深度清洁 还有这种正极喷头 它是用来清洁牙套的 不过我平时用的就是这个普通版 然后它有三个档位 大家可以看到有低档 中档和高档 我平时就是用低档 我觉得完全够了 我跟你说 这个低档就真的很猛了 给你们演示一下 大家不要模仿 你看这个低档 咱们再来个中档 然后这个高档 非常非常的猛 当然这个冲压器不是这样用的 然后我这款的话是需要充电的 但是特别好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充电的 它是磁体的这样 它这样充上这样的 当然我现在还没查点 那时候有个灯 好好玩 虽然说这款每次刷都得重新放水 但是非常轻 而且非常适合旅游时候去带 就很方便携带 而且你们知道它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 就是好玩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玩 就是每次刷的时候我就觉得像玩具似的 虽然好玩 但是又可以保养牙齿 特别是像我这种折腾了那么久牙齿的人 我不是也出过关于牙齿的视频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说我真的非常清楚治疗牙齿 还要去看牙齿 它这过程的漫长和痛苦真的很疼 我跟你们说不是要闹着玩的 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劝你们 平时一定要注重日常护理对牙齿的 你发现了就太晚了 所以每天坐起来 每天刷起来 我现在是跪着好吗 我现在是跪着 大只期也就这样跪着结束了 希望大家看了开心之后 喜欢的话记得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陪你对下来吧 你试一试 这档位对了吗 对对对 你先放进去 头低下来 知道怎么弄了吗 好 不是这样的 你把嘴微微张开 让它水自动流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 这水是多久的水啊 我刚放的 我确定 我确定 是我刚刚放的水好吗